因为面的好剧真的是一步接着一步 让我都有一种是应接不暇的感觉了 像早前刚刚追过迷 这一段时间又暂时马不停蹄地追雨蝶同谋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说 郑骏红是一个非常全面发展的艺人 你看他唱歌非常的棒 演技又是相当的厉害 同样还有一张非常讨人喜欢的娃娃脸 怪不得是有那么多的粉丝非常的喜欢他 另外一个最大的堪念 就是阔别八年之后罗家良的再次回归 而最近一众艺人也有出席宣传活动 剧集雨蝶同谋热播 剧情逐渐迈进高潮 这一天一众演员出席活动为剧集造势 当中包括郑骏红 李嘉欣 黄欣颖 赖卫玲 汤洛文等 这一次Fred饰演商业间谍首领 为了窃取商业机密 不择手段 但其实他也不乏感性一面 原来还很爱哭呢 先饮就大包 Fred其实很容易哭的 就是很感性 那就发现我很 真的很做变 这个还用多说吗 他就很感性 就很容易就被感动 而且就会很容易哭 对 我又觉得好厉害哦 我有看了 当那个同学打电话给他说想用八包的时候 他就哭出来了 对 都很感动 因为已经投入了在角色里面的心情 所以就对啊 那跟两个同学的感情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他们关爱很可爱 所以就 我们拍的时候就 常常一起吃饭啊 一起玩啊 有一次我在澳门做这个签唱会 他都特别来支持我 所以我都拉他上台一起唱歌 Fred跟小同学的戏够温暖 欣颖和张颖康 汤洛文的三角关系也很有看头 不过欣颖在戏外的感情生活也很精彩 他和马国民的绯闻传到一幻自真 近日还有报道说 欣颖很快荣升马国民新居的女主人呢 没有耶 我没睡过 你还住在TVB啊 那你怎么知道 真的 哎呀 这有崩塌啊 我真的住在TVB 我每天 上一个星期的时候 每天睡一个多小时 他们一起拍哦 不是 是是同一部剧 所以我们回家咯 对哦 谢谢 是不同的窗口 我开那个时候 他通常都不用开的 哦真的 对 你不清楚的 因为我们是同剧的啊 我又看到那个通告的哦 明白 那自己下会不会再约会呢 呃 就比较难一点了 就是现在就比较忙 所以就没时间 对 去他家休息咯 呃 太远了 我的家比较近公司了 你看脸孔了 没有 这是这里很润 好吗 用い 虾 平